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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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你好 歡迎你來到KO這個生命中七隻怪獸的系列 今次是第二集 不知道你上次有沒有看到 和真的KO到第一隻怪獸 延遲、延遲這隻怪獸 今天就講第二隻怪獸 是什麼呢?就是妥協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去到 食飲的地方、食肆 你下了命令之後 他送來的東西 跟你叫的不同 他可能給錯了你、下錯了命令 明明叫凍檸茶、小甜、小冰 但又沒有小甜、又沒有小冰 那麼多冰 你會怎樣呢?叫他換過? 還是你會說算了,有他 不要緊,放下吃,我照吃 本來是乾炒和河,現在揚州炒飯 我都照吃 這種是好人、好心地 就得人 還是你會發覺 其實連我想爭取我原本想要的東西都不敢 你有沒有遇過一些人跟你說 你遇過一些人和事 你會覺得不應該是這樣的 怎麼可以是這樣的 但會有人跟你說什麼? 世界是這樣的 不要太多要求 不要做夢 你會不會覺得很委屈呢? 或者很氣憤 我明明不是想這樣的 我明明不是要這樣的 為什麼我要屈袖? 為什麼我要妥協? 你想想我們所信的神 應該不是一個妥協的神 你想想如果我們的神妥協 會怎樣呢? 他做人的時候 他突然說 十隻手指這麼多? 不用這麼多 給八隻你夠用的了 應該是吧? 一個鼻孔都可以 左邊又要 右邊又要 反正你左耳入右耳出 那不如給你一隻耳 你聽了的東西 進去腦子裡 夠用的了 為什麼要求那麼多? 沒有要求那麼多 如果實在這樣 我們就不知怎樣的樣子 我們的神不妥協 耶穌也不妥協 他在抗野的時候 被撒旦去試探的時候 撒旦曾經給過一個offer 他說帶他去看世上萬國 和萬國的榮華都給他看 然後他說 你拜我 你拜我一下都可以了 我就將這所有東西賜給你 其實真的可以的 撒旦是有這樣的權兵 有這樣的能力 去將這些東西 真的給耶穌 那麼耶穌是真的想這樣做 在地上 就是修復了所有東西 拿回萬國 做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但是耶穌怎樣回答他呢? 耶穌說撒旦退去吧 因為經上所記 當拜主你的神 單單要侍奉他 耶穌有一條捷徑可以走的 不用上十字架那麼辛苦 不用那麼痛苦 但是他知道這條不是對的路 這是不是對的路 這是不對的 你也可以得著全世界 不過你侍奉的主不一樣 是啊 有什麼所謂呢? 其實沒什麼所謂的 可能世界上跟我們說 有什麼所謂呢? 你這麼認真做什麼? 你這麼堅持做什麼? 你這麼固執做什麼? 你這麼想不通做什麼? 你這麼想不通做什麼? 黑貓也好 白貓也好 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顏色真的這麼不重要? 我有一些朋友 我有一些朋友 買了一雙鞋 他說要黑色 就真的要黑色 有一條白色的紋 他說不是 不行的 我要找到一對全黑的來穿 你可能說他固執 要求高 吹無求疵 隨便 沒有的 現在誰會找到全黑的鞋 總會有一個標誌 但是 難道我們不可以追求一種的卓越 或者追求我們期望的一個標準 一個標準嗎? 如果我們真的這麼無所謂的話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教我們的子女和小孩 你要寫字 寫對的字 錯字有什麼所謂? 溝通就可以了 你說得到 你讀出來一樣 音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喜歡藍色 就是blue 顏色的藍色 還是我喜歡藍色 就是男人的藍 一樣而已 差不多音 我都讀到可能不清不楚 但是你說我喜歡藍色還是藍色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真的一樣呢? 我想起耶穌很少發怒 但是他有一次真的生氣到掃牆 大家記得 就是他去到神的殿裡面 趕走那些在做買賣的人 推到那些在做換銀幣的人 就是那些兌換的人 和那些賣白鴿的人 他說很生氣的話 經上記著說 這個殿必稱為 祷告的殿 必稱為萬國祷告的殿 你們將它變成什麼? 賊窩 有些人說 所以我們教會 就是一個萬民祷告的殿 對的 但是你想想多一點點 耶穌為何這麼穩固 他說賊窩 他們在做什麼呢? 其實因為那些人在欺負 在欺負錢 他可能九出十三歸 那些人換錢的時候 他可能賣一隻甲給他 那些人來到聖殿要獻祭 獻牛 獻羊 獻斑溝 獻八甲 但是那個要求是什麼? 獻那些漂亮的、正的、沒有殘疾的 挑選過的 過了個QC的 不是那些什麼 不是那些人在賣有殘疾的 還要貴價賣給他 所以耶穌很生氣 為何變成賊窩? 為何沒有公義? 為何沒有公平? 沒有憐憫? 我們會不會有時都會這樣呢? 即將教會都變成賊窩 我們變成賊仔 你要記得 惡者是那個賊頭 即是他偷竊殺害毀壞 即是有時我們都會 是不是有一種公平公義裡面 我們有沒有搞到亂了呢? 不知你有沒有聽過 或者甚至乎你有沒有這樣想過 他說做事不要做不好 不要做到最好 不要做到那麼正 是呀,客氣做 是嗎?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做到這個那麼高的standard 其實你會被要求做到這個standard 甚至乎被要求更高 可能被你的上司 可能被你老闆 可能被你的權兵要求 拿樓灘、卸造 是嗎? 這些說話我聽過 不單止是職場 是嗎? 在教會我都聽過 嘩! 有些少許可悲 其實聽起來 是不是正確呢? 不要做到這樣就可以了 是嗎? OK的了 不要要求聚到最高 是嗎? 有一個錯字不要緊的 是嗎? 無所謂的 不需要收拾得那麼正的 這樣 有時我想 那跟獻殘疾的祭物給神 有沒有不同呢? 神能否配得我們獻那些 最好無殘疾的祭物給祭物呢? 有時我們想自己 調換角色 將心比己 你付錢出去 買一雙鞋 買一件衣服 買一部手機 你也不想它爛 你也不想它有條花痕 知不知道現在網上有些人賣東西 有一種名稱 有一幫人叫嚴師官 嚴師官就是把這件衣服把一段看 你的盒子有沒有巢? 即是巢也不要 是嗎? 我們會不會都有一種這樣呢? 堅持到底 一定有東西看的 有時我們對現實的妥協 是令我們失去了神國的夢 聖經裡有很多做夢的人 其中有一個名叫約瑟 約瑟 大家都可能熟悉它 現實對它來說是殘酷的 因為被至親出賣 賣去埃及 遺奴 又被人冤枉 又被人忘記 它可以有很多原因 算了 有什麼所謂 不要這麼認真 你認真有異仗 跟別人分享又死 你認真幫別人 又是忘記 你認真做事都會被人冤枉 那為什麼這麼認真呢? 我覺得在他生命中 至少有兩件事 他是堅持不妥協的 第一件是 他對信仰 對自己的品格 有一個忠誠和要求 其實他有機會走捷徑 記得他那時在護衛長 即是他主人 那個叫波提佛當中 其實他做得很好 什麼都交給他管理 波提佛的老婆 就貪他英俊 引誘他說 你引誘我 他吧 約瑟就堅持 不可以的 我不可以這樣做 其實 有後果 你知道的 得罪老闆娘有什麼後果 結果被冤枉 坐牢 一無所有 其實你想想 如果我們狡猾一點 如果在世界裡 做了就沒有人知道 財息兼收 還可以借機會再上位 還有很多機會可以發位 做了就沒有人知道 是沒有的 在職場裡做事都可以 得罪高層大件事 老闆叫你做你不做 戴個面具 上班 省開眼閉 人工包賣 這些事情 大叔 約瑟沒有這樣做 他對他的信仰 和自己的品格 是有一種不妥協 第二 他不妥協是 他對神所應許的夢想 是不妥協的 他的夢想 是沒有破滅過的 在《創世記》第五十章 提到 約瑟他快要死的時候 他跟他的兄弟說 我快要死了 但神必看顧你們 領你們從埃及地上去 去到什麼呢 去到神曾經起誓 我現在死了 我現在付鞋骨 在埃及 但是你們出埃及 去英去之地的時候 要刮起 起我鞋骨 你要帶我去到那個 英去之地 我要躺在那裡 他死了 他仍然相信 他這個夢沒有破滅過 他仍然相信 有一天 是會去到英去之地 因為神應許了 一定會成就 即使他死了 但是他的夢沒有死到 他仍然說 你要答應我 有一天 你要記得 要把我的鞋骨拿出來 神應許了很多東西給我們 其實單單是我們的生命 可以很豐盛 詩篇第139篇 他那裡說 我們未承認的體質 神就眼睛已經看到了 他說 他所定的日子 我們未過一天 他已經寫在那本冊上面 神對我們的意念 是很多 很寶貴 很美麗 好像海莎一樣 那麼多 神應許了 我們成為一個點的人 應許了你和我成為一個點的人 那我們是不是就妥協 撒旦這樣偷竊殺害毁壞 我們原本的封聖生命呢 有時 你知不知道 最吻陣最生氣的 不是撒旦來偷竊殺害毁壞 是我們榮讓祂這樣做 我們好不好 我們可以抹出神 應祂給我們的事呢 你可否看到你自己本來是怎樣呢 你可否看到你的家本來是怎樣呢 你可否看到這個城市 這個國家神本來的心意是怎樣 你可否看到 你看到就會成就 若失就是看到 若失就是看到 若失我看到了 那個應許之地 現在在埃及 但是我看到那個應許之地 因為我在神的應許裡看到 Vision就是這樣 異象 異象就是用眼睛去看到 Visualize 到的東西 用我們熟靈的眼睛看到 就會成就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放棄 不要妥協 Slam Dumb裡面的安西教練是這樣說的 他說現在放棄的話 比賽就結束了 現在放棄就輸了 現在不是時候放棄 更早 更有得追 更可以反敗為勝 因為我們被造 是一個做夢的人 是一個夢想家 We are created to be a dreamer 可能你說 雙筆打贏山王這些漫畫劇情 很熱血 但是在漫畫裡 現實一點 那我告訴你現實是什麼 現實是高牆都會倒嵐 高牆會倒下來 在聖經裡見過 記載過耶利哥的城牆是怎樣倒嵐的 那你說聖經而已 近代一點 近代一點 可能有些人 我們都親眼見證過的 就是 東西柏林的遺牆都會倒嵐 那你信不信 神同樣 繼續會做同樣的事呢? 弟兄姊妹 不要妥協 被抗野成為你的應許之地 神給你和我的 是那個流奶與蜜之地 是那個封城和圓存 繼續努力 繼續戰爭 繼續戰爭 直至我們看到 神所應許的成就在我們當中為止 Amen 我們需要大家繼續支持 I am的事工發展 擴展神的角度 邀請你透過以下方式來奉獻 網上銀行轉帳 自動櫃圓機轉帳 郵寄支票 Payme手機應用程式 而在海外的弟兄姊妹 可以透過PayPal來奉獻 至於想索取奉獻收據退稅的家人 除了郵寄支票之外 都要記得將奉獻證明 包括螢幕截圖 和個人資料傳送給我們 記得截圖需要清楚顯示 轉帳的日期 呼發商事工的戶口號碼 和奉獻的銀碼 我們將於每年的4月 發放奉獻收據給大家 呼發商事工有一個YouTube頻道 叫做Incubator Ministry TV 只要你打開YouTube 搜尋我們的名字就會找到 找到之後 記得按訂閱訂閱訂閱 最重要是按旁邊的小鐘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個直播提示 還可以隨時重溫 大家記得訂閱吧